不过听说在不远的陶江县 当地人的餐桌更是备齐一桌厚礼 在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 临近端午 昌丽华大姐家在准备家宴 机会难得 我要前往那里去探访一下厚礼的秘密 这都湿上了 你们好 来了 太丰盛了 这个咱们一共有多少碟 这个准备要24碟 24碟呢 对 分的 硕的 分的 素的 还有果 凉拌的 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都有 这还有五道茶 现在这个是第一道茶 这是什么茶 清茶 清茶主要是清新运口 就是运运喉仑的第一道茶 准备好迎接下面的美味 对 这一桌厚礼果然名不虚传 我眼前的一张大圆桌 被24只小碟子占据着 仔细看会发现 虽然没有大鱼大肉 但鸡针 鸭肠 小龙虾足够吸引眼球 昌大姐告诉我 这里有六荤 六素 六果 六干 而且煎炒烹炸 晾晒腌渍的手法都用上了 包含着一年四季的香叶风味 与24碟共同享用的是五道茶 可这第一道清茶我还没喝上两口 大姐又开始给我上茶了 这是第二道雷茶 这个是雷茶 这个是第三道茶 甜酒茶 甜酒茶 那我就得挨着顺序来 是吧 对 挨着顺序 这个喝了美容的 对 很香而且它 对 越喝越漂亮 对 喝完这个然后再喝这个甜 这个甜酒可以补血 养血 还养颜的 适合女生喝这个 对 你要多喝一点 对 好 越喝越漂亮 五道茶24碟是陶江人代客的最高礼仪 所以在茶的制作上也颇为讲究 第一道清茶是将自家种的老茶树叶进行熏制 然后用山泉水煮沸 而第二道雷茶更是异洋人家喻户晓的饮料 将新鲜茶叶 生姜 芝麻 花生等用雷波研磨 然后加入开水冲泡 不仅滋味甘醇 夏季饮用还能消暑气 清活解毒 可这第三道甜酒茶就有点不走寻常路了 甜酒加红枣 鸡蛋 红糖的组合绝对够滋补 还能求个甜心意义的好意头 接下来的第四道茶可是超出了我对茶的理解 让我无从下手喝起 第四道茶 面茶 这也是茶呀 对呀 这不就是一碗面吗 对呀 我们这里吃面是有寓意的 就是健康长寿 长寿面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说你一定要尝一下 对 我尝一尝 你看我那个吸油进去那个 感觉就特别的顺滑 咱们这面条就觉得滑度很高 而且配上蛋皮我觉得味道特别好 有那个鸡蛋的香味 对 还有这个面粉的香气 面竟然也能成为茶 昌大姐告诉我 其实这五道茶二十四碟就相当于茶歇的零食 家中的客人到了以后 在聊天时垫垫肚子的 所以面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道泡茶就是在绿茶里加入轻火的绿豆 提香的芝麻 供主客叙旧饮用 像这样的代客之道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看来一洋人的好口福是有深厚根基的 连个见面礼都吃得这么豪气 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主菜是不是更有来头呢 想要知道答案 那就得跟着家里的钓鱼高手丁乌大哥走一遭 当地人以贯穿易洋的滋水河为生 有无鱼不成席的民间约定 所以在禁鱼期里虽然不能下网捕鱼 但还是能通过垂钓的方式来满足口腹之欲 这时就看家里钓鱼高手的威力了 那么丁大哥会带我钓到什么鱼呢 隐秘的地方才有鱼 知道不 真的是 我刚想说啊 这个地方也太隐蔽了 对 这个柴鱼 柴鱼一点声音它就跑 安静隐蔽的地方 对 对 就在这里 这里一个维挖鱼 喜欢在这里面 咱们钓这个柴鱼的话是用什么样的饵料呢 用红虫 红虫 就是蚯蚓 就是蚯蚓 对啊 这里头都是啊 这里头都是 好了 开工了 好 到这儿等着吧 柴鱼好钓吗 不好钓 不好钓 隐蔽的地点 此时它们最贪吃 肉质十分贼美 而且它是寒性的 多吃一些还能清热解毒 补心养阴 被当地人视为补品 聊天的功夫 鱼线开始摇晃 上钩的会是柴鱼吗 有吗 有吗 好像有一个鱼 还真有 我下去 刮住了 还得往下 刮住了 对 它是被石头刮住了 还是真有鱼了 真有鱼 真有鱼啊 看 上来了 你挤啊 好嘞 还真的是 这就是你说的柴鱼 柴鱼 它长得还真是挺漂亮的 对 它伸得特别滑 对 就是 有点像鲜鱼那种 你看身上这个粘液 都拉丝了 是吧 对 感觉那个肉质很结实 对 就是运动健壮的那种感觉 对 浓密的粘液是柴鱼的保护网 让它不受水中寄生虫 细菌和其他微小生物的侵袭 出水后 也能更好保持鱼体的新鲜 那么 对吃很讲究的桃江人 会如何料理这来之不易的柴鱼呢 本来目由喜之狼集团 美好时光海苔特约播出 大家 一看这柴鱼它跟我们普通那些家鱼 这个外形就不太一样 这个鱼的话咱们这做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不一样 我们今天做蝴蝶过河 蝴蝶过河 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好听的 但是完全想象不出到底是一种什么做法 咱边做边说好不好 好的 这个鱼你看 我就刚刚其实它下面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滑 咱们有什么办法吗 你要一手这样卡住 要卡到这里来 刺一到这个鱼的头里面 这样按着就可以了 按着 这得一点一点 对对对 花鱼鳞的手感跟普通的鱼也不太一样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它这个鱼吃起来最大的就是细跟嫩 比较细嫩一点 对对对 蝴蝶过河好美的名字 何为蝴蝶又怎么过河 还是让我一步一步揭晓答案吧 去掉年华的鱼鳞之后 要把鱼头鱼尾也去掉 然后将鱼身一片为二 剔除中间的鱼骨 昌大姐说 鱼只有一根刺 出肉率很高 所以蝴蝶过河吃的就是这最精华的鱼肉 看你这个切法应该是在片鱼片是吗 是啊 那这个蝴蝶过河的话 蝴蝶应该是切成那个蝴蝶片是不是 对对对 好 要把它薄如这个长翼 越薄越好 越薄越好 对对 像蝴蝶那翅膀一样 对 就是左半边先不切断 然后 对 不切断 对 这个就切出了 你把手看一下 是特别好看 你看起来精硬剔透 对 确实很考验刀工 对对对 蝴蝶过河是洞庭湖畔很流行的风味鱼窑 所谓蝴蝶就是将鱼肉切成蝴蝶片 将刀与鱼片大约成三十度角进行斜切 第一刀不切断鱼肉 第一刀不切断鱼肉 第二刀才切断 保证两片鱼肉相连 打开就像蝴蝶一样 将一片片薄得透光的柴鱼片 小心地摆放在盘中 在中间打上一个生鸡蛋 保证鱼片在涮的过程中不碎不散 增加滑嫩的口感和金黄的色泽 蝴蝶已经就位 接下来就要过河了 切下的鱼头鱼尾鱼骨和鱼皮 是熬汤的上好材料 将全部的鲜美和营养物质 都贡献给一锅浓汤 让蝴蝶顺利过河 这边熬着鱼汤 那边昌大姐家的亲戚 墨徽宾大姐也开始做鱼 一桌菜 两条鱼 这又是哪种鱼的做法呢 这条是草鱼是吧 是的 草鱼你要怎么做呢 我要炖豆腐 炖豆腐啊 对 把它里面的肠子都挖掉 把那一块去掉 对 然后呢 切了 把它切得去坨 大姐 这鱼都不洗吗 不要洗的 不洗啊 这可以了吗 可以了 加下鲎了 这个鱼做得还真是挺生猛的 带着血好吃吗 好吃啊 真的吗 我们这里的鱼好 水也好 地方都好 五檀是一阳桃江县的一个镇 这里的水养出的鱼无比鲜美 所以一概都统称为五檀鱼 而这种带着鱼血的制作方式 就是最家常的五檀鱼做法 用盐腌渍三分钟 让鱼肉紧致入味 莫大姐说 无论是煎炸还是炖煮 都不要移动 因为五檀鱼的鱼肉都很细嫩 翻动容易让肉碎掉 鱼和豆腐可谓是超强搭档 两者能在营养上完美互补 增加更为丰富的钙含量 在炖煮的过程中 豆腐的蜂窝孔完全打开 来吸收鲜美的鱼汤 此时无论是文雅的蝴蝶过河 还是生猛的五檀鱼 都让我对这桌厚礼 跃跃欲试 放到头里面刷一下 一 二 三 可以了 三 可以了 你看 打卷了 然后就感觉这就熟了 感觉特别香 最重要的是 咱们这个鱼片片得特别薄 所以口感会更嫩滑一些 对对 再来看看这个是那特别生猛的做法 五檀鱼 好香 我一开始会怕有鱼血会腥 但是一点都没有腥的感觉 大哥 你们觉得这两种鱼哪种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对 这个鱼是很口味的 重口味 对 我拿回来吃个吃鲜 那您就喜欢吃这个鱼了 一道茶汤 一种韵味 一碟小汁 一种内涵 五道茶二十四碟颇具仪式感的见面里 再加上蝴蝶过河和五檀鱼的实力担当 即使是在鲸鱼期 异洋人的口腹之欲也热闹非凡 嗯